据新华网4月14日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13日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 双方讨论了俄美关系发展和一些国际热点问题 俄方在公报中称 此次通话是应美国方面的提议进行的 美方愿意致力在军控伊朗核问题 阿富汗局势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问题上 同俄方建立稳定的协作关系 双方还就乌克兰问题交换意见 普京阐述了有关应基于明斯克协议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立场 白宫称拜登在通话中强调美方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承诺 并对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和俄乌边境的军力集结表示关切 呼吁俄方缓和紧张局势 拜登还提议未来数月与普京在第三国举行会谈讨论双边关系 但俄方对此没有做出回应 当晚普京还与菲律宾总统都特尔特通了电话 跟上一场通话相比 这场谈话的气氛要好得多 俄方在声明中称 普京与杜特尔特的开放而富有成效的电话交谈持续了约30分钟 双方在国防 贸易 农业 能源等领域达成了进一步合作的一项 杜特尔特感谢俄方协助菲律宾共同抗击新冠疫情 并了视菲律宾计划从俄罗斯订购更多的微型微疫苗 菲律宾总统都特尔特再次邀请普京在情况允许时访问菲律宾 普京当场接受了邀请 值得一提的是 普京从政二十多年来从未正式访问过菲律宾